欸 有意思欸 欸 對 我要講講的是說 我現在都不叫小草 都叫做姓仲 因為剩下的相信民眾黨人 大概剩下10%嘛 小草有當今有25% 當初克文則是拿到 26%的總統選票 他在基隆拿到58000票 但是這些小草 現在都是霸良的主力 發起人都是這些小草 因為小草看不下去嘛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看不下去 克文則也看不下去 謝國良 謝國良我說真的啦 好好的讓他罷免去做謝公子 因為他如果繼續下去 他可能就是下一個克文則 怎麼這麼講呢 因為政兵派出所 微風也好 垃圾場的灰渣的問題也好 都是謝友友在承包 現在是檢調還沒開始查 如果檢調開始查 這線會不會是弊案 有可能都是弊案 所以謝國良 你還是回去做你的謝公子 如果你做市長 你不要說第二任 克文則是第二任你才出事 你可能第一任你就會出事 不過所以民鳳 那很清楚啊 謝國良跟克文則 其實有剪不斷理來亂的關係 因為台波大樓的關係 對啊 所以說你謝國良要怎麼撇清啊 所以說大家勸你說不要熱戰 你不要請民眾黨 可是你謝國良還是堅持 他是有一些舅舅 什麼親戚關係的嘛 其實我覺得基隆的問題是這樣 我覺得基隆現在當然是 克文則的新聞比較多 但並不代表 我們不關心基隆 只是我覺得時間還沒有到那個點 因為十月中旬才投票嘛 現在九月中旬還不到啊 所以我覺得謝國良 你不要以為就是這樣過去了 現在好像這個反霸的氣勢什麼 比較強怎樣 那你等到我們九月底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這個新聞的熱度 就會集中在這個所謂的基隆的 這個罷免案上面 那你說你現在開始動員那些 有什麼用呢 對不對 我們市民要檢驗的 還是你這個青年度嘛 如果你有一個就你 我們不要說你舅舅怎樣 如果你有一個關係 跟現在涉及這個貪污土利罪 那麼深厚的這個 柯文則的話 那我們要檢視 你整個市政上面 是不是跟柯文則搞得一模一樣呢 然後再來就是你 你這個整個選舉的狀況 未來這個整個藍綠戰起來的時候 不是藍綠 就是說選戰起來的時候 這種對抗 你也不用太高興 所以 我要讓大家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柯文則是非常挺謝國良的 我要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柯文則說 財團拿刀叉吃人 可是我們現在才發現一件事 他跟財團掛在一起 他的辦公室 他的辦公室都是跟財團掛在一起 他去台坡大樓 然後呢 跟金華城在一起 所以換句話 台坡大樓 台坡大樓不就是老闆 就是林伯峰嗎 林伯峰不就是謝國良的親舅舅嗎 所以從這裡來講 難道當時謝國良好高興 柯文則要來幫我站台 現在呢 現在怎麼一回事呢 柯文則在金華城的這件事情前 還沒有那麼熱的時候 柯文則說我不排除要到基隆幫他站台 這是眾所皆知 台坡大樓 柯文則本身現在所謂的刀叉吃人肉 我是覺得 他是嘴巴張開的 然後這些刀叉吃人肉把肉放到他嘴上 我要告訴所有基隆的觀眾朋友 我沒有投票權 但是我要忽略你們 謝國良如果沒有罷免成功 你們到時候基隆市會人工炒皮 謝國良沒有罷免成功 養保在一個月還是領十幾萬 謝國良如果沒有罷免成功 他的安心亞代言費還是一千多萬 花的都是基隆市的名子名道 而且還沒有代言到什麼東西 對啦 還有一個問題 基隆市那麼有錢嗎 基隆市不是有錢 是那個謝國良很會花錢 謝國良花的都不是他家的錢 他家很有錢 當然啊 所以他現在在罷良這個部分 現在目前看起來佔上風 但是因為選舉還有將近一個月 最後面的半個月才有辦法去知道 到底是罷良戰戰風還是挺良戰戰風 不知道 所以這個部分我個人呼籲 基隆市的市民 你們自己要看清楚 要不要到處都是人工炒 最後